小朋友 小朋友 對 棒子好像裂掉了 裂掉了 啪的一聲 好 這個球在三壘這裡 沒有問題 圍成成功傳向一壘刺殺的打擊的廖建復 對 斷斷的界外飛球被截傷 有時打到的是在走外方向 講了文傑口套 對 文傑今天生意不錯 第一場出賽看起來還是有點小緊張 現在就是完全不一樣 前接上 張祖文接下來面對的是輝瑋 這個球打到在三壘方向 本來手傳二壘沒有問題 成功刺殺的跑者 所以張祖文在這個半局上來 雖然有投出寶送 但沒有問題 還是讓對方無攻而反 維持住兩分領先 那內容相當理想 什麼聊天室 一般文傑 對 先來看一下游擊方向 這首接球是否廢物 現在前面一次呢 也是內野的滾第一球 這球沒有控好 對 十九歲相當年紀卻好 這球輸手又是三二點方向 這首接球之後要來撤動一個 雙倍打到一雷在一壘這邊 這 這倒是誰 這一壘手 沒錯 這沒辦法 對 十九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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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拖到任何的時間 這沒辦法 半秒都沒有 這沒辦法 這時候王教練上來了 很猜 不過像這種心準 是不是其實他的用球術 應該也會有一個控制 設定的 對啊 當然這是教練團的想法 或許讓他完成這個半局 也是一個選擇 對,就是可能有一點點的狀況 就覺得劍豪就熟了 對 不過祖恩已經頭很棒 其實我覺得很不錯耶 他就是這樣才第三場 已經第三場而已 在我的一個觀察來看的話 並不是讓投手就說 有一個勝投的機會的話 讓他繼續往下投 這場比賽 所有的一個戰略 就是要拿 一定要拿下這場的勝利 團隊要拿下勝利的 所以投球的局數 或許就不是重點 不會在考量當中 就看比賽的狀況 對 我覺得要跟祖恩拍拍手 對,表現得很好 上來之後也解踢得滿好的 哈囉大家好,我是妮可 記得訂閱中信兄弟官方Twitch頻道 以及Podcast兄弟你來說